日空一旧全国加比航肥比赛 四十个来自全国各地高手 经过三天的结局竞争后 在最后的生日已经出来了 是有来自香港的母子秦得到冠军 母子秦没真正在纪南大学设施 跟得到第三名的新英国 两人实在有多地关系 这次作会来参加比赛 两个人都得到 各种这冠军跟老店男导官 实在是真不简单 日空一旧全国加比航肥比赛 今天是基盘班长典礼 第一名是在纪南大学设施班的 学生莫子秦 拍摆全国四十位一流的高手 他表示真意外 一开始知道是我的时候没想过 然后我要 一定要说就是很谢谢我老师 就是沈永维 就是在他那边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也是他带我来比这个比赛 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 塞浮塞亚少少来比赛 塞亚第一名 塞浮第三名 塞浮宫绝对没缺帽 为了要提现出国陈咖啡的特色 他们做了很多功夫 包括向咖啡囊买买饼子来连行 我们其实上来的时候一开始很紧张 用到一半之后就发现到时间其实真的不够用 一个小时真的不够 然后虽然烘浮锅只要十分钟 但是我们想要把它做得更好 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做了一个 事前的训练 然后我们把烘焙的曲线计划都做得很完美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 对向咖啡图很专业的黄佑辰标识 虽然冠军选手学习咖啡才第第三年的时间 但是他抓出国陈咖啡的特色 无论是初心、初心 都在到国内外平心的倾断 这次的选手啊基本上来的每一位都是高手 那其实其实高手中还有高高手 对然后这次的冠军啊 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莫属啊 因为我们在那么四十支里面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有闻他的钢香啊 还有喝他的咖啡 那其实他的双子啊表现得蛮明亮的 对而且水果的调性就是展现得很好 国陈行中标识 扳了三个全国赛 一次让赢名30分前来 就已经购买了 感谢国家对国陈咖啡的倾断 相信这个活动 主办这个活动 对我们行销我们国性咖啡 甚至于对于提升台湾整体的精品咖啡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场话都给来自俄罗斯日本的世界航道关阿根 来丹人平心 并且分享他们的航道技术 除了让来参加的民众互相交流经验 大家也够了机会跟他们来协识 记者欢迎昆昆插航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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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